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到素材文件之后 选择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双击背景层 使其变成可编辑的图层 图层0 点击确定 接着 我们选择工具箱中的矩形框 选区工具 在工作区内拖动选区 拖动的选区要比图片少一些 按快捷键 Ctrl Shift 加 I 进行返选 选择工具箱中的快速蒙板按钮 进入快速蒙板模式编辑 进入蒙板编辑之后 我们选择滤性菜单 选择扭曲 玻璃命令 在弹出的玻璃面板中 我们将当前的扭曲度设置为3 平滑度设置为1 将纹理设置为小镜头 将当前的缩放设置为150 点击确定 接着 我们继续执行滤镜菜单 选择像素画 在像素画中 我们选择碎片命令 再次点击滤镜菜单 在滤镜菜单中 我们选择锐化 按快捷键 Ctrl 加 F 重复执行上一次的操作 进行锐化三次 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单击供给箱中的以标准模式编辑按钮 或者是按住快捷键 Q 退出当前的蒙板编辑状态 按住键盘上的快捷键 Delete 进行删除 删除完成之后 我们按快捷键 Ctrl Shift 加 I 进行反选 选择编辑菜单 选择描编命令 在描编之前 我们先调整当前的前景色 我们将当前的前景色设置为粉红色 设置完成之后 点击确定 接着 我们选择编辑菜单 选择描编命令 在弹出的描编面板中 我们将宽度设置为4 颜色为粉红色 位置为G中 点击确定 按按快捷键 Ctrl 加 D 取消选区 接着 我们可以选择工具箱中的文字工具来进行输入文字 输入完成之后 调节当前文字的大小 调节完成之后 选择工具箱中的移动工具 移动当前文字的位置 继续输入完成之后 这张照片我们就处理完成了 感谢您观看21互联远程教育网的课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